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休喝三到四杯 这个叫小酒 比低酒不沾的人 离爱率还要低 所以就衍生出了适量的喝酒有助防滥 是真的吗 好 那我这个答案要让酒友们失望了 绝对是没有这件事情 好不好 其实这个WHO 世间卫生组织 它已经把这个含酒精饮料归类成一级致癌物 所以只要含有酒精的任何东西 它就是进到身体里面 就有可能对人体造成这个癌症的一个风险 为什么 酒里面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坏东西 好 那我就来讲 其实酒精进到我们身体里面 它是乙醇 进到我们身体里面 它会变成一个叫做乙犬 就是这个乙犬 它就是一级致癌物 它对我们身体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什么酒都有吗 什么酒都有 只要有酒这个字 它里面就是酒精就会代谢成乙犬 那这个乙犬呢 它经过身体有一个酵素 叫做这个乙醇脱青霉 它会再变成乙酸 那后来发现在我们亚洲人啊 其实每两个就有一个 它的这个脱青霉的酵素是不足的 所以其实都没有办法去把它代谢成乙酸 所以就会变成乙犬 累积在身体里面 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那所以青霉姐 你觉得喝完酒 脸红红的 是新疼代谢很好 对酒类代谢很好 还是代谢不好 因为我都不红 好 这醉了也不红 所以我搞不清楚 好 所以我跟大家讲 如果说身边有亲朋好友 它喝完酒脸有点红 表示它已经乙犬累积过量了 对 所以它是没有办法代谢乙犬的 它就是那个两个的其中一个 像我这种不红的就是 对 那你可以再多喝一点点 对对 相对代谢比较好一些 对 相对代谢比较好 所以不要觉得说它脸红 新陈代谢很好 就再多劝酒 绝对不要 其实它身体已经 对它来说已经超出很大的负荷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从头到尾注意就不肯放下这个擦 不肯放下 这是擦擦擦OK 接下来几题都要擦了喔 不用换套 可是你刚刚说什么酒都有 但是你上次也来讲 地中海饮食其实是有助健康 有助防碍抗碍 地中海饮食里面就有红酒啊 所以你刚刚说的各种酒都不要喝 大家还是会心存侥幸想说 下一个迷思 睡前小酌一点红酒有助身体健康是真的吗 好 那红酒是什么东西做的 葡萄啊 有一个叫白梨乳醇 其实它就是这个红葡萄跟这个黑葡萄的皮 上面白梨乳醇 那我就把它拉出来讲一下这个白梨乳醇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多分化合物 植物特有的植化素 那其实它对我们的人体有很大的帮 对我们的人体有很大的帮助之外 是好东西 是好东西没有错 可是 还有可是 对 它加在红酒里面 红酒里面有什么 酒精 是不是酒精的乙醇又去伤害到我们的身体了 所以如果真的很想要摄取白梨乳醇 来抗氧化或是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话 什么东西里面有我刚刚讲的 葡萄 对 红葡萄跟黑葡萄 所以吃葡萄不毒 葡萄皮 是真的 是真的 而且是好事 对 很多的白梨乳醇 其实它的种子里面含量也非常的丰富 所以如果像有人打枝有没有 打果子直接连枝一起打进去 对 那其实白葡萄里面也是有 只是它的含量没有红葡萄这么多 或黑葡萄这么多 所以说这个红葡萄 红酒就被人家讲说好像很好 但是其实如果像矮友来说 真的目的是白梨乳醇的话 拿着葡萄来一个 对 吃葡萄不但可以吃到更多的这个白梨乳醇 还可以吃到其他的 它的葡萄的营养成分 所以大家跟着我念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是 不吃葡萄 倒吐葡萄皮 没有 前面那一段就可以了 好 可是啊 真的生活当中很难避免啦 因为有时候小酌 尤其是朋友亲友聚会 开心啊 你完全给我禁止 我也不开心 不开心有可能引发其他癌症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可能 放一点点 开放一点点 小酌跟过量的定义 可不可以 有有有有有 其实啊就是卫生署 其实都有建议我们的这个量 就是有男生女生的差点 就是政府也没有那么严格说 都不要喝啦 就是它有一个适量的标准 你看西方人 你说什么WHO规定的 对对 说不好 但是他们西方人也有喝呢 对对 那红白酒对不对 像秦龙姐这样讲的 那我们有一个适量的标准 好 就是男生呢 其实他的酒精克数是 每天可以容许的量是20公克 20公克是多少 大概就是这样子 一罐的这个啤酒 这样一罐的啤酒 那当然说如果酒精浓度比较高的 比如说米酒 红酒 那他量就要再稍微减少一点 因为这个大概4到5个percent吧 对 他这边是写5度 5度 我们一般红酒好像10 2 13 对对对 所以如果说像这样子比例来说 如果红酒来说 大概就是100cc左右 男生的话一天最多喝两杯就好了 那女生的话就是男生的量 一半 这个不公平啊 为什么 对 可能在代谢上面 男女不平等为什么 代谢上面可能女生 可能他的这个代谢比较不好 所以他就是 要求 对他就是都是一半 男生是20公克的酒精 女生是10公克 对啊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讲 不管是20公克10公克 代谢到身体里面 他都是会去产生乙犬 都是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伤害 所以是最好是不要 而且你刚刚也提供一个参考标准 假设你喝红酒是那个很容易红的 你就会属于乙犬代谢比较差 对对对 那你就可能要更少 更不要喝 对对没错 好啊但是有当然特殊的状态就是在治疗当中 嗯 治疗当中的人可以喝吗 癌症治疗 当然是最好不要 就是如果我是建议酒类是酒 就是连刚刚那个参考标准都嗯嗯 对啦真的我觉得都尤其在治疗过程中 酒类其实对我们身体还是有其他的危害 会增加我们身体一些其他发炎反应 所以最好是不要在治疗中喝到酒 发炎反应 对 就比如说你有开刀或者是你在做药物治疗 没错没错 哦好可是啊有时候我也不是故意喝的啊 就是比如说家里人会煮东西给我补一补啊 对 或煮平常的食物就会有 比如说 蚝纳麻油鸡 比如说纳花丁鸡 好啊甚至西菜 西菜里面有白酒蛤蜊 红酒炖牛肉 你看我们的食物有这么多以酒入菜的东西 怎么办啊要不要吃呢 好很多人会说用酒入菜 是不是煮一煮酒精就挥发了 哎对啊 对说明 那个麻油鸡或烧酒鸡有没有 所以就不用 够煮淡薄了 够煮一个 那个酒精就没有了 好灰花了啦 那千鸣姐还记不记得其实很多新闻有没有 都说在酒测的时候啊 然后她说我刚刚只是喝了一碗姜米 酒测就不过 好这边我跟大家讲一个数字 如果酒精要完全挥发 至少要烹煮三个小时 才有办法完全挥发 所以如果只是短暂的烹煮 半炒五分钟内 其实酒精的含量都还在75%以上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酒测 常常因为姜母鸭烧酒机不过的原因 其实它都还没有被挥发掉 难怪我觉得它明明就已经煮过了 我怎么喝完就觉得很暈啊 而且最主要是那个大家 那尤其台湾那个烧酒机 对 没有在流水 是几罐给它下去啊 几罐米酒的酒精浓度又更高 对 那也就是说如果那一锅全部用酒做的 对 那它只煮半小时 它里面也几乎都是酒的概念 对 你如果喝两瓶 上面就是两瓶酒就对了 对 其实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真的 当然在治疗过程中啦 我们还是以吃得下为主 就是说真的 我真的太想吃这个姜母鸭烧酒机了 我想要来几口 那我就建议我们不要 要喝大量的汤啦 然后就是尽量吃料的部分吃天然的 不要吃太多里面的加工的丸类啊 或饺类 那以大量的蔬菜为主这样子 那汤就尽量少吃 嗯 了解了解 所以那白酒蛤蜊 欸不那应该还好 它不是全部白酒下去 对 所以花就是 还是会有一点点啦 调味 对 所以说还是可以吃啦 但是就是说不要说频率很长 然后大量 尤其像我刚刚讲前面用整罐米酒下去煮那种 然后你还喝好几杯糖 这样就做不好了 你等于在喝酒懂吗 对对对 不可以打这种擦边球 是 OK好 针对酒跟癌症的迷思 今天非常谢谢注意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好谢谢 谢谢金刚姐 OK癌症候得住 为大家打破迷思解答疑惑 也欢迎你为我们按赞 分享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迷思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